嗨 我是Usonic的Charlene 今天我们要来演练的主题是 聊聊潮戏 在页面管理菜单当中 可以看到我们结合了 MyViewBoard Original Content 再加上原创背景图的改编 以及影音素材内容的结合 回到Windows桌面 这是MyViewBoard Wiki的首页 在这里你不但有原创内容 可以做改编和使用 甚至是原创背景 影片辅助教材也都非常的多 我们往下拉也可以看到 许多我们常用的功能 都还在这里 跟老师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所以鼓励大家常常回来 MyViewBoard Wiki 那我们这一次使用的是 关于月亮这一个 MyViewBoard Original Content做改编 事实上这个课程原本 包含了月项 还有日识等等的原理 都一起做介绍 但是我们这次只截取 潮戏的部分来做一个演练 一键回到MyViewBoard之后呢 下一页在魔术箱 点击YouTube频道的这个页签之后 我们搜寻潮戏 那事实上最后我们选择的这个影片呢 是一个不到一分钟的影片 但是他已经很完整的说明 所有跟潮戏有关的原理 我们播放一小段看看 因为受到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影响 使得海水的水位会产生升与降的变化 我们称为潮汐 海水面上升的过程称为涨潮 好下面我们用拉霸也很快的看一下 不管是干潮满潮潮差退潮等等 他有非常简易的动画做一个表征 虽然他不是好像最新的技术来做的一个画面设计 但是在教导重要观念上面 这是一个很简洁有利的素材 所以当同学了解了这些名词的定义之后 下朗页我们就进入了触控荧幕 可以玩的一个演练方式 第一个是满月的时候的水位 那么同学只要选择滑鼠这个功能 就可以很自由的来拖曳 我们版面里面的这个海浪 不同的月项的时候 海水会怎么变化呢 水位会如何呢 下一页你今天学到什么 这里我们应用了原创内容背景图 那现在我们实际做一次给老师看 到底整个过程是怎么样产出这样的内容 所以一开始 刚刚老师看到的画面其实最早是长这样 所以我点击照片图示 点击my viewboard图示 往下拉 找到我想套用的学习单格式 好这位老师应该已经感受到 事实上非常多样的学习单都在这边 各个科目都有 点击这一页之后呢 刚刚的底色已经自然的变成这个表单了 但是我的太阳地球跟月亮感觉好像不是 我刚刚想要的位置 在这整个设计里面呢 我觉得比较不必要的是这里 看起来像是跟做实验有关的 但是跟我们今天的课程主题无关 所以我就选择使用滑鼠功能 把这个地球先解锁之后 拖到我想要他在的地方 月亮也是一样解锁之后 拖曳到我想要他放的位置 再次需要文字编辑器了 我们的T字好帮手 my viewboard里面也内建了 很多不错的中文字体哦 所以我这里选择的是微软正黑体 那么其他的这一些标题呢 也是一样的方式来做 所以成品就会像现在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呢 而且整个在编排上面也好 或者是同学们的一个异读性也好 都非常的容易 所以在这边可以用来复习 不管是成因潮差满潮退潮 那当然老师也可以自由的改成自己想要复习的四大重点 那么学生可以上到触控白板来做一个书写 甚至是表达 甚至是他在自己的设备上面 做书写之后再传给老师也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演练就到这边 希望老师们试试看给我们一些回馈 我们下次见